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郭杰瑞 我现在在杭州 在美国我们有一个高科技公司叫Boston Dynamics 他们这种机器狗 大家可能看过这个狗的视频 在美国他们的价格是75万美元 差不多50万人民币 疫情前我在Las Vegas的CES 也看到一个中国公司做这样的机器狗 但是他们的价格只要2000多美元 这次来中国我联系一下这家中国公司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他们和Boston Dynamics的机器狗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他们这么便宜 还有机器狗到底有什么用 我的狗狗 你觉得它可爱吗 这真的有点像羊钩的地方 对对对 羊子场 他们的工作都是这样 就是每天和狗玩一玩 看这个工作很好玩 对 测试工也要去发现一些问题 嗯 我军军你要试一下测试工 我测试是这个 那我可以伤害别的狗吗 在我们这里可以互相伤害 它好快 你看 它又会起来 很坚强的 很坚强的 那这个很像一个狗的学校 导盲犬 牧养犬 金犬 一样有这些狗 可能没有工作 它有五组相机 有十字眼睛 这两个 这里两个 看两侧 前面两个 看前面 然后下巴有两个 肚子上面有两个 这两组是看地面的 它可以看到的 视角就很广了 它可以识别到更多的东西 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我是创始人吧 我是硕士毕业 16年毕业 工作了两个多月 后来就辞职出来创业了 我在读硕士期间做的这款机器 15年我还用这款机器人 参加了一个上海比赛 然后在国内外 很多科技媒体报道了一下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我出来创业 就是因为有人想买我的机器人 有人要用投资 后来就辞职出来创业了 你们的产品和Boston Dynamics 有什么区别 目前最便宜就卖一万多块钱人民币 包括东西卖个五六十万人民币一台 所以综合性能上面它们肯定比我们好 就比如说爬楼梯可能爬的比我们稳 在平地上你可能看不出来 平地上我们可能看到起还更灵活更快 但是一些极端地形上它们还是比我们好 可以看到的话 我们结构都是非常精简的 这里每条腿有三个关节单元 这个关节单元我们都是简化结构设计的 所以它整个成本都非常便宜 还有一些电路板放在旁边 所以说整个结构都是非常简洁 而且很多都是铝合金和塑料看模件 这样的话成本就非常便宜 您可以认为机器人是铝筋卖的 跟猪肉差不多 机器狗它们的大小有很多不一样的 那它们两千美元的机器狗是这么大 那个七五万美元的机器狗是这么大 大狗比较贵 小狗比较便宜 对很多没有了解这个科技的人 它走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但是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说 这个不是很简单 因为它需要一直balance 因为做balance这个平衡是很难的 就是目前全球最顶级的机器人技术 就是用在了竹式机器人上 自主机器人是未来真正有可能走进生活的机器人 可以你散步啊可以你跑步啊 甚至可以比如你去爬山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行李包 你可以直接让机器人背你 今年的话像小米啊 还有别的公司也开始做自主机器人了 机器人走进生活这个趋势是基本上是不可主导的一件事 所以它不是一个玩具吗 一部分卖点是玩具 一部分卖点是使用 那你可以给我们多讲一讲哪里可以使用 比如危险性的工作我们还是交给机器人 比如说一些特种应用 他们在机器人上面做改装 在机器人上面安装比如说像一些气体传感器 还有一些温度的传感器装上机器人以后 比如说这个房子着火了 它可以控制机器人进去看一下火情 应该是10年前他们还是有这个机器 但是可能用轮板 轮式的 腿有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比较灵活 从一楼爬到二楼 传统的轮式或者铝带机爬上去可能要半个小时 我们机器人可能只要十几分钟就上去 而且另外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用一个轮式和铝带机它很大 但我们机器人它比较轻巧 比较小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 我们机器人其实反而比它们还便宜 那它们和真的狗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大狗更适合做大工作 小狗更适合在家里或者做轻松的工作 如果你让它们特别聪明 有可能我们控制不了它们 如果你伤害它 它有可能会自动杀你 因为我们目前里面装的AI 其实都是比较低级的 远远都没有达到一只狗的程度 高级的AI 其实是人类历史上肯定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一旦这种AI出现 它可能比如说几年或者十几年 就把人类给灭绝都有可能 你的客户主要是谁 我们每年有将近百分之五十的货席 冲号到海外去的 那我看很多国外媒体讲你们的公司 有一些时候你们是Bosser Dynamics 就是Copycat 每辆汽车都长得很像 汽车比我们还要像 就是一个壳加四个轮子都很像 四度计时我们四条腿 那长得肯定多少也像 但是我们里面用的技术方 还有网控数数码 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电驱动这个方向 我们比波恩动力 其实还早了一年公开的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搜一下 都可以看到我们早期的一些视频 总来说对比轮台机器人 用退走路的机器口可以去更多地方 我觉得机器口会像无人机一样 最早是美国军队用 然后越来越多公司和普通人也用 现在他们可能有点瘦 看上去有点笨 有点creepy 价格也贵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技术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厉害 用的地方越来越多 然后价格会慢慢便宜 好那我现在走吧 拜拜